好 继续大年关注九三大游行 明天即将要登场了 这场活动之所以会备受外界的关注 是因为呢 这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首场凯道大型抗议 这群昔日的国家公仆 过去呢 享有政府优渥的福利 那么现在 为了要争取年金 不惜脱下旧有的包袱 来阻挡蔡政府力推的年金改革 而民间党过去呢 就是从街头抗议起家的 不过面对这回反对者的抗争 党内副民事长李俊逸却脱口而出 他说这是在造反吗 不免让人质疑说是两套标准 另外这回活动虽然是以军公教名义上街 但是呢 其实同一个群体里面 意见也不一定相同 透过接下来的专题报道 我们带你了解游行背后的争议 西日公普反扑政府吵得脸红脖子粗 不满蔡政府推年金改革 但至今十场委员会回回针锋相对争议慰解 军公教大动作号召超过十万人 在九山军援接着天走上街头 政府可以用财政困难的理由 然后不告诉我们财政哪里困难 然后就改我们的制度 让我们的退休金缩水 请问一个离开职场的退休老人 他还有什么能力去调试这么大的改变 很有具体的主张 其实已经很明显的有一种政党 对决跟政治动员的状况 因此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游行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疑虑 不得数据计划 挑明直说年金游行变了调 全教总表态不出席 军公教自个儿闹内讧 但面子可不能输 各军校甚至发动校友力挺 这番动员听在绿营而理 副秘书长李俊逸就在节目上 脱口直批军公教 是在造反吗 今天我是现役军人 拿了兵去攻总统府吗 拿了枪去攻总统府吗 那个叫造反 了不起他一些标语 一些旗帜 这样叫造反的话 那全世界对造反的定义都要修改 不满直言民进党可以抗议别人 就是造反除了两套标准 政策更摇摆不定 选前拿去公教开刀 选后平摸头打算灭火 我们是个法治国家 我们一切要以法律或是制度的 稳定性为基础 来执行这个国家的政策 千万不要为所欲为 这就是一个国家 民罪操弄最后的结果 造成我们军公教人员 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应呼百应 选前是伙伴 选后砍对半 军公教长期以来 它是一个制度的接受者 新的退伍制度也好 从前的恩几制也好 我们都是被接受者 我们只能依照制度来走 话是这么说 但大破产世代 军公教优渥福利热争议是事实 也并非所有公图 都紧咬年金不放 所谓监督年金改革联盟 它的代表人李来西先生 所提到的就是 已经退休的一毛不能减 但是在此的要多交扫领 晚退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我们绝大部分的会员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不做事 是可以他做事的两倍的薪水 所以这世代公平当中 要让他们也不要 我们这一代享受 比较丰盈的一些生活 结果这个负担 这个债务是他们在 下一代的负担 坦言之前一度退休月领 将近七万块抵过好几个新鲜人 不符合公平正义良心 更过意不去 这般肺腑之言 也让外界开始省思 既然年金改革渐在闲上 蔡政府就不能人人讨好 害怕症痛极 欢迎新闻林吉祥零零 台北蔡芳芳的 集团 澡年参差 相写